2127集 原来你们华夏的玄术都是学作单小鬼的 根本不敢正面对敌 黑影剑抓不住林语 便使出了激将大法怒骂道 林语根本不吃他这一套 仍旧灵活自如地在他身前身后缠绕闪避 甚至闪避之际林语手中不慌不忙地甩出一把匕首 在黑影抓来的刹那 时不时地朝着黑影的胳膊上刺身一刀 不过让他意外的是 他手中的匕首刺中了黑影的胳膊之后 竟然发出了针的一声锐响 正是那刀刃割在金属上的坚明之音 林语猛然就是一针啊 他扫了一眼黑影胳膊上被那匕首割破的衣衫 只见衣衫下面同样是黑漆漆的一片 像是穿着某种黑色的金属护甲 黑影被刺中之后 越发地发狂 声音嘶哑尖锐 一边朝着前面冲去 一边伸手抓着林语 林语与他贴身而行 施展出玄宗布跟着黑影的步伐 不过跟着跑了没几步 林语的胸口气血再次翻涌起来 一时间脸色煞白额头上冷汗直冒 但是他此时别无选择 如果他被黑影甩开 只有更加危险 黑影看出了林语脚步迟环 猛低咬牙迅速的朝前冲了几步 接着一脚踢向前面的柱子迅速回身一翻 狠狠一脚踢在了林语的胸口上 林语眼见着这一脚踢来并没有多闪 反倒是一咬牙左手一把抓住了黑影的裤腿 右手臂手狠狠地扎进了黑影的右脚脚心 他知道自己如此撑下去 只怕坚持不了多久 倒不如升扛下这一脚趁机重伤他 他这一击必然重创黑影的脚心 那么黑影的战斗力和速度就会大大折扣 同时他之所以选择攻击黑影的脚心 而不是攻击大腿和小腿 是因为他刚才击中黑影胳膊的时候 感知到了黑影胳膊上所穿的护甲 既然黑影的胳膊上都能穿着护甲 那他的双腿上肯定也穿着护甲 所以林语就算是攻击他双腿 也无法伤害到他 只能选择攻击脚底 不过让林语万万没想到的是 他手中的匕首刺中黑影脚底之后 竟然宛如刺在了后世的钢板上 无法前进分毫瞬间崩断 而此时黑影一脚已经重重地踹在了他的胸口上 林语瞬间喷出了一口鲜血 接着整个人倒飞出去 同时呲啦一声将黑影腿上碎裂的裤子扯了下来 他飞摔在远处重重地滚落在地上 怎么样 没想到吧 黑影冷笑一声 一脚将地上的断道踢开 同时他踢了一下自己的右腿 只见他的右腿上穿着一层黑色的金属护甲 有非常细小的黑色鳞片一片一片凑成 鳞片明显是特制的 尺寸极小 而且非常轻薄 可以最大程度上不妨碍人的行动 说着黑影将自己胸口处和脖子上碎裂的黑色紧身衣抓开 只见他胸口到脖子甚至整个下巴和脸部都裹着同样的黑色护甲 而胸口的护甲与腰部腿部双脚连在一起 严丝合缝 没有丝毫的缝隙破绽 纵然用再细小的锥子刺也无法扎进去 林雨看到这一幕不由睁大了眼睛震惊不一样 他似乎也没想到天底下竟然有人能够将护甲穿到这种程度 更没想到竟然能够做出如此精密且利于活动硬度极强的护甲 何先生 我刚才就说过 你们华小人愚蠢无比 一件护甲就能解决的事情 你们却偏偏要耗费数十年的时间洗脸 黑影冷冷一笑 脉部朝着林雨走过来 浑身黑色林甲没有发出丝毫的响动 足见这身林甲组合工艺已经达到了登峰造极的地步 虽然此时室内光线暗淡 但是那黑影身子一动 浑身的黑色林甲还是泛起了黑色油亮的光泽 林雨瞳孔陡然间睁大 似乎他认出了这件护甲 黑金铁浮屠 你穿的是黑金铁浮屠 认出这黑影身上的护甲之后 林雨一时间惊骇不一样 双眼眨也不眨地盯着身上的那护甲 这黑影身上穿的不是别的 正是千年前金国的天赐之甲 黑金铁浮屠 铁浮屠是金国铁骑引的一种 是当年金国大将金巫术手下的一只精锐的重装骑兵 史称皆重凯全装 因为这些骑兵从头到尾全部都武装着金刚重甲 只露出两只眼睛 是真正的武装到牙齿的铁血之事 而且这些骑士战马同样也身披重甲 人骑在马上远远看去 仿佛是一个个移动的小铁塔 因此得名铁浮屠 在古代 普通的重骑兵都只是身着一层甲 而铁浮屠骑兵则是身着两层甲 在铠甲外面 绑上刀锚弓箭 横冲直撞 缩相披腻 冲击力是无人足大 战无不胜的 以至于当时盛传金人不满万 满万无人敌呀 而黑影身上所穿的这件护甲 更是不同凡相 是当年金巫术召集世上最好的实名工匠 为自己良神打造的铠甲 这铠甲的材质与普通的铠甲 不可同日而语 其使用的正是当年金国发现的天赐之物 悬钢 而且是将悬钢再次用火淬炼提取之后 选出精华铸造而成 护甲通身黑亮 肩不可摧 薄如蝉翼 所以被称为黑金铁浮屠 同样又被金人送为天赐之家 当年金巫术亲自带兵入侵北宋 战场上所向无敌 百战不待 没有受到丝毫伤害 靠的便是这件黑金铁浮屠了 而金巫术逝世之后 曾命人将这件黑金铁浮屠与他一同合葬 但后有人盗墓撬开金巫术的坟墓 发现了这件黑金铁浮屠早已不见踪迹 自那以后黑金铁浮屠便也就成为了传说 再不现实 没想到此时林宇竟然在这世界第一杀手的身上 看见了这件神价 此时林宇才恍然大悟 难怪这黑影刚抱着自己从那么高的楼上摔下来 靠的全是这黑金铁浮屠的忽悠 而他之所以能够成为世界第一杀手 也极有可能是仰仗着这件黑金铁浮屠 听到林宇一嘴喊出了他身上这护甲的名字 黑影不由微微一争 有些意外 他眯着眼睛说道 何先生 你知道的倒是不少吗 你口口声声看不起我滑下 身上穿的却是我滑下的东西 真是挂帘闲持 我现在也终于知道 你这个世界第一杀手是怎么来的了 换作任何一个不太废的杀手 穿上这件护甲 都能够越为世界第一杀手了 放屁 黑影顿时被林宇这话气得暴跳如雷 他忍不住对着林宇破口大骂 不过很快 他又将内心的怒气压制下来 眼神阴冷扫了林宇一眼 冷声笑道 一个手下败将将死的猎物 也配评论杀你的猎人 黑影此时已经看出来了 林宇在受到他刚才那一脚之后 一身负重伤 几乎连最后一丝反抗之力 也丧失了 本集结束了 拜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